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7月14日,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,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,罢评的都是有关川普,被刺杀,被随,受了轻微的伤害,血流右脸下,但是并无大碍。 刚才又看到一些小视频,讲川普走下飞机了,参加共和国的会议,共和党的会议,毫无疑问,这次这个事件给他增加了大选人,赢得大选人的可能性的分数,接下来还会产生一些很重要的影响,昨天我曾经讲到,一个是俄乌战争可能就要终结了, 暂时就停止了,因为这个普京打不下去了,找台阶下,就抖着川普了。 另外,习近平这个政权也想狗言残喘,所以习近平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川普发了微问电,老拜登也表态了, 老拜登表态是,表达他的态度反对暴力,他给和川普通的电话。 表面看,美国这个社会应该讲,还是一个就是法治社会啊,但是你必须承认美国现在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,尤其在这个窗口期啊,马上就到十一会儿打选了。 现在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背景,所以现在网上很多消息啊,都在谈这个事情,但是我认为恐怕最好的消息,就是这个关于文物战争终结。 所以,你不管什么原因,把他停止了,以免他进一步上升,成为三战。 因为三战把这个普京闭起眼了以后,他有可能丢核弹,和习近平捆绑到一起啊,对这社会,世界的危害是很大的。 先把他停止。 人们普遍的预测,这个川普啊,下一步会就围堵中共,也就是用颜色革命的办法终结中共的体制,而不是通过战争啊。 这一点,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。 那么,今天早上发广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,习近平向唐纳德川普表示慰问,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。 还有这个美国资议,美国资议有一题讲到什么呢? 讲到这个华人社区啊,对这个川普被刺的反应。 还有联邦调查局确认川普刺杀未遂案。 这个协议人的身份啊,协议生人大家都知道,我不去重复了啊。 还有一条消息更有意思,也就是看中国网站一篇文章报道,在这个事件发生前,也就年初24年1月5号, 英国就有一个媒体披露了,有一个目光如巨的预言家,竟然预测了,就精准地预测了川普预测的情况。 他说呢,川普预测,拜登去世,还有地震波及多个国家。 大陆的秋秋啊,曾经转发了。 好,那么,IP地址呢,显示竟然是河南,中国的河南,这很有意思啊。 那么,这篇文章讲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,英国知名媒体的预言引发了广泛观众, 预言了一系列振救世界,政治世界。 美国总统,前总统川普遇事的危机,以及现任总统拜登的去世。 你看,拜登和川普两个人,他们两个人,这个,前一段时间第一场辩论的时候,焦点的时候, 互相指责帅老,你老我也老,啊,那么谁帅老了? 在这个临危不惧这个一点上,我们看到细节,川普一点没老,你看,一个是他一点不怕, 第二,他宗带了以后,他的反应是很勇敢,坚强,啊, 而且这个,特勤局的人呼售他走的时候,他还说呢, 等等,我把鞋穿上了,还想自己形象好一点,是吧, 然后啊,抬起头来,举起手,右手挥动了拳头,高喊,战斗,战斗,啊, 而不是骂人啊,而是战斗很理性,是吧, 这个表明他一点不老,啊,也就是说他将来,如果领导这个美国这个国家, 来讲,完全可以胜在他,这些都给自己极大的一个增分, 对吧,那相比较呢,那个拜登就可以这样讲, 这个显示出自己的帅老了,是吧, 你看他第一事件虽然慰问了这个川普, 但是有人记者问他一些问题,他是自主的,对吧, 所以这个事件,二三事件,还有待进入理清, 那么我们回到新华社,新华社,习近平还在吹牛皮, 你看今天新华社头版头条,在讲什么呢, 从一串地标,领悟习近平的改革之道, 还在吹捧习近平,而且还自我吹嘘, 三中全会聚销了,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, 这都哭扯了,全世界的目光是前几天牵动的, 今天全牵动的是川普,对吧, 这都是吹牛皮,还有中华论, 在新争争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, 还有那浦东引领区建设三中年, 加快改革试点,苗普变森林, 中国经济现在一塌糊涂, 反倒还在那里,自我自娱自乐, 还有文化中国型福建建阳, 叫宋润古街里的延学热, 这在推讨他自己执政的福建, 因为他在试图崛起的地方就在福建, 宁德,厦门宁德,福州, 然后福建,然后浙江, 所以他为了在三中全会上得到支持, 习近平派了很多常委, 分别下去做工作, 其实又下去抓人, 反对他人统统抓起来了, 今天海外媒体也纷纷报道这方面的消息, 外媒网发了好多文章, 讲到目前国内的情况, 三中全会前夕爆炸性信息传来, 也就是习近平反倒被海牙的公民法庭, 定位两项罪名, 反人类罪, 种族灭结罪名, 这对他来讲是杀伤力是很大的, 但是川普预示的是转移的视线, 人们事故有点淡化, 习近平遭遇了, 那么万维网还有篇文也很好, 讲到了什么呢, 讲到了关于军队里面, 火箭军又被接了老典, 这里讲到火箭军现在的一些军事设施的变化, 那么显示军队当中的内斗是非常激烈的, 那么今天海外万维网还有一篇博主写的篇文章很好, 讲到七奥塞斯库, 这其实就是影射习近平了, 这七奥塞斯库当年就是死于他的三个自信, 那习近平是四个自信, 比七奥塞斯库还多, 那上一场给他介绍介绍, 因为马上就要开会了, 对我的感觉呢, 习近平很着急, 想搞搞凝聚力, 另外想把这个他搞的这种加改和真倒退, 这些大政方这样能够通过三政权会的行驶, 就是貌似合法推广下去, 估计还会搞一些人事调整, 或许彭旅员真的像外界传说那样能够入局等等, 保持一家人的安全, 这些事情都值得关注, 那么今天新华社还有一题是, 中俄海上联合二十年演习开幕, 也就是说准备要两张牌嘛, 一张牌是热战, 就是一带三战升级了, 习近平就准备和普京捆绑到一起, 和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公演国, 自由世界的两拳头, 如果是冷战, 习近平认为对方最好, 实际上习近平现在也判川普上来, 对习近平来讲是能活一天算一天, 对吧, 他大概率心想你川普上来以后肯定你是一个生意人, 我用于收买你, 而且在你的任期里没有战争, 又和普京关系比较好, 然后习近平在放软的身段给点利益, 说不定能够就是搞成冷战, 冷战有利习近平, 他就可以通过十年把他儿子封上来, 他才能放弃权利, 所以这是很大的看点, 那么还有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前总统川普欲击打记者问, 其实这是一个表态了, 习近平已经发了卫文殿了, 那么在这个洪水方面呢, 这是最重要的, 就是自然灾害, 反正放在后面, 讲到湖南这个华融团, 周月内的积水, 水位下降了77厘米, 还有水力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, 其工作机制, 重庆13个区, 泄遭遇大暴雨, 六条河流出现了超级洪水, 现在洪水泛来成灾, 习近平一点招意没有, 他不敢去, 李强也不敢去, 李强要去的话, 怕习近平挑毛病, 习近平去怕死, 你就看这个在危险情况来临的时候, 川普这个表现, 你再比对一下习近平表现, 你就想想中美如果开战, 假如未来的美国是川普, 中国是习近平, 如果开战的话谁能赢, 你首先领导人那个胆, 都不如人家川普, 对吧, 还有新华社的消息啊, 乙肝相关癌症发病率逐年下降, 这其实是虚假消息啊, 我看到好多内容, 讲到中国现在, 国内啊, 就是老百姓反映的啊, 医院里面爆版, 很多疾病啊, 各种疾病都有, 非常严重啊, 还有这个中国代表团, 经历尽出建制霸凌, 这都是为了这个搞凝聚力, 还有呢, 迎来大结局, 足球能否回家, 这个欧锦赛, 决赛前瞻, 这吹牛皮, 昨天我讲到了, 足球的问题, 又政治体制的问题, 那么换了人也没有用啊, 这个药文聚焦里面, 民政部要求积极探索养老服务的互联网加监管模式, 这讲中国的养老的事情, 因为现在社会不稳啊, 这个群体的事件很多, 其中很多原因就是, 老有缩养的问题没有解决, 还有中国临港经济向, 向心发力, 航运业向好促进国际贸易合作, 这也是讲经济如何如何的好, 其实现在经济上一塌糊涂, 非常糟糕啊, 还有江苏口岸上半年, 入出境外籍旅客大幅增加, 入境的旅客的确增加, 那是因为放宽了, 就是入境的条件啊, 这是单向, 你必须双向, 还有一些一系列政策调整啊, 你这边在搞抓特务, 抓间谍, 人家入境以后能做什么呢, 也不会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啊, 还有铁路旅游园, 园江启木, 今年将实行超过150例, 园藏游客的专列, 这是仰慕前面的旅游业, 现在唯一国内带动经济发展, 那就是旅游业还不错啊, 还有五湖传统制造业, 强势的发展空间有多大, 他选择一些就是经济算是比较好的地区, 亮点进行吹换啊, 还有中医,中医药很神奇, 八十余名法国友人在容体, 在容体验中医药文化, 他说就讲的是中医, 传统中医文化, 还有六月份, 国家铁路货运多项指标, 创历史同期新高, 讲到中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情况啊, 因为铁路运输货运是一个指标啊, 不知道这数字准不准确, 因为现在发布任何的消息都在经过首席数字观, 都是党引领的啊, 还有上河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会交易中心首席项目开源, 这讲的是博览会, 中国现在搞了很多会议, 通过这会议邀请行外上来进行贸易啊, 交经济上的一些活动, 还有让人看不懂的华发, 一家地方国企何以高职的突围, 再选择一些好的铁进行宣传, 还有新职业新动能, 当AI克服训练是这种什么体验, 现在中国呢有些领域啊, 比如说AI领域啊, 也就是说新领域所催口的叫新职生产力, 在这里搞了很多花样的东西, 你比如说电动汽车吧, 他搞了一些就是那个低丝, 是没有人的低丝, 就无人驾驶, 你要上这个低丝, 你一招手它就停了, 里边什么也没有, 全是自动化的, 然后你拿手机那个条码一照, 就打开了, 书上你那个什么手机的后位数, 后四位数就上去做了, 想当当的, 到哪里就到哪里, 你看着花里胡哨, 我怎么觉得容易出事故, 这个恐怕还是将来在未来啊, 早了, 配套措施能跟上吗, 等等啊, 我是不相信, 我认为这个将来这个自动驾驶, 到任何时候恐怕也就是半自动, 它都靠人来操控, 对吧, 因为你这射到人的生命安全, 你走一走, 停电了怎么办, 出了故障怎么办, 就撞上人了啊, 所以现在看到大量的视频, 在这方面有些事故啊, 还有关于这个, 川普这次被刺, 中共官媒是热闹的一番, 凤康网最先发布的啊, 这边是新华社今天也发布了, 讲到枪手来自宾夕法尼亚州, 等等等等, 那么今天在新华智这方面啊, 今天我点击看了一下, 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, 不外乎领导人现在基本上没有活动了, 为什么现在就要马上开会了啊, 有一些代表团已经到了北京了, 开始准备了啊, 人来了以后, 他们私下的肯定倒不是说有什么预备会议开, 预备会议早开完了, 预备会议我估计是好几场, 就是元老的一个啊, 吃的几场, 又分几一间还好多场, 再就是新贵, 这领导人南院北院中南海, 县制人也要开民国会议, 他这三中全会十九次走过场了, 都已经结束了以后啊, 呃, 才这个报官没报的, 要闻热点在人民日报, 至于是什么呢, 石泰峰, 石泰峰到甘肃了, 昨天我讲到了啊, 他为什么到甘肃, 因为甘肃这个地方是王岐山的地区, 林多在这当了圣语书记啊, 就是10号到13号三天, 他以政局委员, 统战部部长身份到这场调研, 其实哪是调研, 讲了半天就是来什么呢, 来这个, 呃, 传达习近平的指示, 就这次三中全会, 呃, 代表们来了以后, 一定要, 两个确立, 两个领导, 你看这个文章当中, 一开篇就讲了这个事情, 啊, 当然他来了以后, 也到了兰州市, 还有林下回族自治州, 甘肃藏南自治州, 还有高校, 少数民族聚集区等等, 这都是立行红事啊, 更重要就是什么, 防止三中全会之前, 或者这个期间呢, 呃, 出现, 出现一些分心力量, 啊, 影响习近平的温信, 因为习近平现在心里不脱底, 因为他现在给国家搞到这个程度啊, 再往前走一步就站着, 军头们肯定的非常有意见啊, 他自己也本身恐, 也非常恐惧啊, 所以他必须啊, 把这个任务都压到这个常委, 常委下去以后, 再听取啊, 呃, 三十一个省民自治区的, 风, 风降大力的汇报, 抓了哪些人, 哪些人处理, 哪些人高举侵放, 啊, 等等, 稳住这个, 这个局势, 在中纪委的网站, 刚才早晨起来以后, 我点击看了, 今天没有出台新的被抓捕官员的信息, 因为马上要开会了, 该抓就抓了啊, 昨天抓就是新疆卡什地区, 地位委员, 文府来, 文府来就一看就是陈全国的地区了, 对吧, 还有新疆移动, 中国移动呢, 应该是江派的啊, 他是一个副总经理刘英杰被抓, 这是打击政敌, 还有中国建设银行江西分号, 昨天讲到了彭嘉宾, 这是明显针对的王岐山, 等等啊, 也就是说他的内斗非常激烈, 他抓了很多很多的人啊, 尤其是昨天广东一下抓了三个, 广发银行, 石家庄分行, 当委委员, 刘亚军, 刘玉军, 他这个人很可能都是, 这个, 胡春华, 或者是汪洋这种先生, 你看石家庄嘛, 又是广发银行, 还有广东赵庆政协员副主席赵执毅, 这明显就是汪洋的人, 对不对, 因为全国政协, 他都连成条线, 广东省东莞行委, 他把别抓了啊, 还抓了一个常委, 这些其实都是内斗, 内斗这个非常的激烈啊, 所以你可以看, 在这一次三中全会上, 估计是非常重要的, 一个是大政方针, 大政方针肯定要做一些调整了, 对吧, 现在你看川普这个局势, 看稳赢了, 没有突发, 再没有突发世界的话, 那川普大概率就要卷土重来了, 卷土重来以后, 那肯定了对中国的, 和中国的关系有影响, 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更有影响, 对吧, 那么这个三中全会, 可能, 我估计大概率是他想搞冷战, 他搞一个大政方针, 关于经济方针, 就是冷战的一个计划经济, 毛泽东时代这一套, 热战也做好准备, 但是发生热战的可能性, 就不是很大, 那么这是个窗口期, 那从习近平角度来讲, 我相信他不敢打台湾, 是吧, 他打台湾也没有胜算的可能, 现在这部队斗的这个, 如此的一塌糊涂, 怎么可能打仗, 两岸国防部长都抓起来了, 对吧, 内部呢, 军头们内斗, 非常的复杂, 也非常诡理, 所以说对习近平来讲, 他可能想的如意算盘, 就是什么热战, 冷战, 长期的保持冷战, 冷战加强他的权力, 他就需要培养大大小小的习近平, 帮着他控制局势, 然后呢, 毛泽东时代那套东西就回来了, 计划经济, 打食堂, 表现好有饭吃, 表现不好没有饭吃, 用这些东西捆绑自己的国民, 所以习近平能不能如愿, 将来未来的趋势怎么样, 就很难讲了, 那么另外就是关于郭文贵这个案件, 今天最有意思的是, 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, 非常有意思, 他讲到郭文贵的命运, 现在掌握在12个陪审人手, 美国现在这次对他的裁决也是陪审败, 他就讲到流亡海外的中国亿万富豪的郭文贵, 因反对中国共产党而成为美国右翼人士的从儿, 对他的欺诈和喜切案的审判, 周四结束, 就现在已经审判结束了, 马上要宣判, 他的命运掌握在谁手里呢? 在曼哈顿一个陪审败手里, 这个陪审败是12个人, 那么郭文贵被指控掌管了一个犯罪团伙, 通过俱乐部会员的资格加密货币, 出售其媒体公司私人股票等各种方式的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, 并以这些钱过着奢侈的生活, 这是纽约时报的观点, 他说联邦检察官表示这些欺诈所得用于支付新泽西中的一宿豪宅, 一辆兰博基尼跑车, 以及对一家对冲基金的一亿美元投资, 花了五周的时间来陈述案情, 就这一次庭审呢, 就是联邦检察官呢, 讲的案情是用了五周的时间, 提供了前雇员和投资者等一系列证人, 并出示了银行的记录和发片, 长达这个, 那么检察官叫芬克尔在周三, 长达三小时结案, 有个陈词, 他说呢, 郭文贵撒谎是为了拿别人的钱, 郭文贵没有在法庭上出庭, 他的律师称生意是合法, 他收取的钱被用于终结共产党在中国的投资, 你看, 又和中国连在一起了, 他的努力, 各种努力, 包括运营一个中文媒体网站, 还有一个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, 这两个平台在反对北京的流亡人士中, 很受欢迎, 这边文贵就详细地介绍现在这个, 这个庭审的整个的过程,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, 就他的命运呢, 就由这个, 这一次, 这个七男五女组成的陪水团做出来, 这是今天一个很大的事啊, 给我的感觉, 其实在前几天, 新中国联邦的成员就受到鼓舞了, 因为他们看到川普和拜登辩论, 拜登一塌糊涂啊, 这个, 拜的就变得这个效果不好, 川普大概率要回来了, 回来以后班农不就回来了, 班农恰恰是新中国联邦, 成立的时候, 在船上成立的一个老外, 是不是啊, 也是川普原先的一个智囊, 现在正在服刑, 因为别的案件正在服刑, 这非常有趣啊, 你看这些案件, 懂切一发而懂全身啊,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 大概率本人认为恐怕, 川普上了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会终结我们的战争, 我认为, 好, 谢谢, 再见。